欢迎加入1800新闻1.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我是王思音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留言区 在线上可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一起聊天聊新闻 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是 中正玉校出现了集体的食物中毒 就在13号晚上有42名的国医生吃完晚餐 但陆陆续续出现了上吐下泄的症状 校方隔天马上就勒令厂商提供 没想到卫生局到场击查 居然发现厨房出现了老鼠蟑螂 而且厂商还在偷偷煮早餐 中正玉校的厨房内出现机查人员 拿着食品仔细检查 也拿着棉花棒在水龙头上来回涂抹 采验检体 原来是有42名国中一年级 13号吃完晚餐 包括锅烧乌龙面 五香鸡腿 蒸蛋 炒高丽菜 肉丝炒饭 以及绿豆汤 却陆续有了发烧 呕吐 腹泻 耳心等相关肠味道症状 校方说当天晚上经校内医务人员检查 共有18人就医治疗后 也已经缓解症状 隔天晚上接以回校上课 截至目前共计42人 皆为一年提升 就医后症状均已缓解 无重症个案 经济查中正玉校膳食 尾由桃园市家家企业有限公司烹煮 中正玉校的餐点 都是尾由桃园一家膳食供应厂商烹煮 国一到国三生共用同一个餐厅 不过却只有国医生出现症状 卫生局机查发现 餐厅的缺失不只有食材 未离地、未覆盖 甚至有老鼠、蟑螂、苍蝇在爬爬灶 就怕病毒扩散 以要求厂商及日企停止供应7天 党借其未改善 将依食安法裁罚6万元以上罚还 现场采回食余检体44件 环境检体4件 针对发病个案及除工进行人体裁检 预计共16人裁检 15号上午卫生局机查 应该停止供应餐店 厂商还在偷偷煮早餐 饮食哪个环节出包还在查 毕竟全校吃同一份餐点 唯独国医生出状况 是不是食物中毒还得要进一步调查 TVBS新闻赵丽如平浩 高雄报道 日前桃园有一名妈妈 她下车之后呢 本来想要到另一侧抱小孩 没想到顺手就把车门给关了 遥控器也放在车子里面 车门就这样直接上锁起来 而一岁南投被反锁 妈妈也非常的着急 警方到场之后 破窗顺利的把南投救出 小姐你先在那边安补他 卡不怕 破了破了 敲开敲开 远警拿着警棍卖力敲打车窗 撬开一小部分换个地方 在实境终于剥离碎裂 消防人员上前接手将后座车窗 整片拿下 日前下午4点多桃园一名妈妈 带着小孩外出 在延平路上一处停车场 停好车辆后 下车走到另一侧 要将孩子爆出 同时顺手把车门关上 没想到车门卡的一声 自动上锁了 听到这声响 妈妈的心凉了一半 因为她把遥控器放在车上 心急如焚 立刻报警 没事没事 警方在这名妈妈同意下 持警棍破窗 竭力救援 顺利救出一岁儿子 儿子被爆出后 不停哭泣 似乎被吓坏了 警方呼吁 若车内有幼童 一定要将车辆遥控器 钥匙随身携带 切勿将幼童独自流于车内 避免遭反手或衍生其他危险 这名妈妈说 因为物济城 驾重力辆车的操作方式 不是故意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 现在的车子 它大部分设计怎样 如果遥控器在车上的话 在车上的话 基本上车门是根本不会上锁 可能人为因素会比较多啦 还是让个中控系统故障 修车师傅说 过去车款为了防盗 可能隔了一段时间 车辆会自动上锁 但现在的车辆 要使需要对应晶片感应 才能解锁 并不会自动上锁 因此新车款发生锁住状况 很可能是中控故障或误触 新桃小朋友顺利救出 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 以后势必会更加小心 TVB的新闻林志伟 何可言桃园 采访报道 南投有一名女子日前骑机车出门 没想到在路上被开车的民众 违规逆向 而且还轨切右转直接撞上 这名女子送医之后伤重不治 不过家属非常生气 他们指控肇事的驾驶 第一时间变车 一开始是女骑士来撞她的 直到看到了监视器画面 才知道是开车的驾驶违规在先 气得骂说根本就没有回忆 白色旅车跨越双黄线逆向 抄车后突然一个轨切连续跨过 主线和外侧 车道右转 将机车骑士撞倒 修旅车还因为车速过快 在前方好几公尺外 才停了下来 车后意外发生在南投路股151 香道往西头的路上 9月29号星期天早上8点多 54岁岩姓女子骑机车外出 却被违规轨切的修旅车撞上 女骑士因为炉内出血送以抢救 仍然宣告伤众不治 对方坐完笔录到医院 我问他怎么发生的 他跟我说是我妈妈撞他的 前方调查赵氏的驾驶是53岁 成姓男子 当天从嘉义开车要到西头爬山 只是家属不满 车祸意外当天 赵氏驾驶还变称 是女骑士自己来撞他的车 为什么你要说是我妈撞你 明明是你撞我妈的 对方竟然跟我说 我没有说过这种话 他这种态度真的非常的恶劣 完全没有忏悔之意 直到隔天查看了监视器 才发现对方违规 在先还说谎 事后毫无回忆 在地人居多都是骑机车 那外地游客大多都是开车 所以其实对于骑机车的民众 是相对的不安全 家属表示路股是通往西头 必经道路周末假日车流量大 但重要路口却只有闪灯 后置没有红绿灯 相当危险 这次车祸意外发生 也希望相关单位重视 调整当地路口后置 TV新闻陈家贵 南投采访报道 苗栗警方发现 有一名毒贩 他居然利用外送的工作 掩护贩毒的行为 到处激动的放昧毒品 而且甚至还贩售了这个丧尸烟弹 警方就趁他交易的毒品的时候 一举逮人 甚至在他的外送箱里面 还找到了一本富人思维的财经书籍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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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景埋伏超商停车场 等待外送员一现身 立刻上前控制行动 东西在哪里 东西在哪里 咖啡包在哪里 就是你啦 看到大批远景包围 外送员还装傻自身 身上只有要交易的毒品一包 毒品在哪里 有送的 在人类啊 有多少包 呃 就是送的那一包 而是好大一包 除了有9颗丧尸烟弹6包 Ketamine 还有62包毒品咖啡包 你自己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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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拿出来 全部都拿出来 苗尼警方调查这名赖心男子 当外送员 只不过是他的表面工作 真正身份是一个网路毒贩 外送箱里塞满的毒品 还标榜买越多优惠越多 警方趁他交易时埋伏抓人 咖啡包经检验 均呈现俗称喵喵的第三级毒品 甲鸡甲鸡卡系统 让远警难以理解的是 赖心毒贩的外送箱 还找到了一本 富人思维的书 他自称喜欢阅读相关书籍 却把学来的财经资讯 用在卖毒这个错误的地方 QB新闻切股金 苗栗采放报道 我们来关心的是 昨天解放局展开了 联合力舰2024B军演 围台军演 东部战区甚至直接画出了 六大演习的范围 而且从这个范围当中可以看到 很多地方都直接踩进我临界区 但是呢 对比国防部在今天 他们公布的共军航机图 似乎跟解放军这边公布的 有蛮大的差异 因为我军并未公布 大陆海警船的活动范围 军事专家就分析了 事实上这一场军演活动呢 心理战的成分比军事的意涵高出很多 解放军行动 演练的就是打台独 我们就是要用台独分子听得懂的语言 让他们明白 力舰高拳头顶 才刚开始就结束 13小时的力舰演习中空定调 为打台独 而国防部也丝毫没让步 东秋手飞大队演练刺针飞弹 接站程序 机动雷达车也火速进入阵地 从4号上午5点到下午6点 共建或153架次共机 与14艘共建外加12艘共物船 这一次要特别把这凶风飞弹 把它伸起来 或是放一些反舰飞弹的照片 也是会去提醒他的 就是去告诉他不要太过靠近 要严密监控 共居一举一动 凭同瑞源无人机也紧急升空 首度探与力舰演习的辽宁舰 则被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 触摸在冲绳县460公里外的海域 只是摊开解放军东部战区14号 公布的6个演习区域 包括海警船的活动范围 多处压进我临街区或建制水域 对比15号 我国防部公布的共军演习范围 不仅没把海警船的航机纳进去 对方也没有踩进限制水域 触摸地点其实跟他公布的 有所差异 那可能是第一个 当然是中共 他不会揭露所有的情之 那第二个就是国军的这个反制 让中共的这个机械 无法是按照他预定的计划 这次演习可以界定成是一个战略心理战 我方选择星 只公布共激活动空域对岸 则希望放大以达威则目的 各局所需 TVB宣言程序议会台北斗 共军昨天的围台军演 也有很多大陆的海警船 在台湾周边的海域展开巡查 其中有一个编队呢 他们还用米南语对台湾的船只喊话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陆福建海警喊话台船 连敏南语都出来 陆方想要更听得懂的语言沟通 但这腔调似乎不是马上就能动 14号对岸展开围台军演 陆方还以巡航路线制图 直接命名为海派甜心 巡航都是爱你的形状 除了引发网友大酸 真是恐怖情人 我方当然也不领情 中英广播示茧 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 请立即转向 尽速离开我限制水域 台湾Costar 14517 This is ROC 台湾Costar 在国际海域共军包围台湾军事演习 我方英文回击 要让事件明白台湾处境 面对中共发动军演 海巡署及时应处置 除了共击共建进递 现在还有假讯息 要澄清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一连贴出多张照片 就是因为网络讯息指出 管碧林因为汉图瓦鲁总理沁生 对军演不知不觉 连海巡舰长都在饮酒作乐 管碧林严正驳斥 要敌对或轻中势力 不要抹黑海巡 大陆围台军演13小时落幕 但对台资讯战恐怕还没结束 TB宣秀让片尾台长报道 我们来关心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目前的状况 这个川普他接受了福斯新闻的专访 再度爆出了一些争议性的言论 川普说大选日的当天 如果左派的经纪人士出现了动乱 应该要派军队来对付这些内部的敌人 而针对这样的谈话 对手贺锦丽就炮红了说 川普想要派兵镇压不同意见的记者 还有同胞 让他在当选总统的话实在很危险 谈到大选当天如果出现动乱 川普再度口出狂言 川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 直指敌人就在内部 表示如果激进分子扰乱大选 将会考虑召集军队进行镇压 贺锦丽在造势场合 特意播放川普说的这段话 结果引来满场虚声 贺锦丽痛批川普是独裁者 竟然要派军对付自己的同胞 我认为我们的同胞认 我认为我们的同胞认 当然是我的 是一个不正确的男人 但是 他再次变成总统的影响 是很严重的 福守华兹也痛批 川普派兵说法很可怕 根本是试图煽动暴力 美国第一夫人吉儿也站出来挺贺 谈到妇女堕胎权 她要选民出来投票给贺锦丽 不过贺锦丽又用心麻烦 纽石报道贺锦丽担任检察官时 所写的一本书 当中有五个大段落 是赵超维基百科或新闻 在选前卷入抄袭风波 TB新闻综合报道 好 没关系 谢谢观众朋友GCOP 新以后委员会的会讲 斗内给我们150元 他说心意北壁 也是会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爱你 谢谢会长的支持 也希望我们的新闻 可以让大家每天都持续的锁定 好了 因为我们来看到的是 美中近日呢 他们在互相攻击 被骇客的攻击 而华尔街日报就报导 和大陆有关的骇客组织 严台风 入侵了美国多家的网路公司 疑似对联邦调查局 来进行征搜的工作 而至于大陆呢 他们这边则是报导说 美方已经锁定了东欧 非洲 亚洲等地区 来窃听跟窃密 而且甚至还在特定的目标里面 直入超过5万个间谍城市 大猫熊 保利 轻薄 从中国大陆成功出发 国营777货机 变身猫熊快运 推进美国时间 15号上午9点55分 抵达华盛顿 美中同企猫熊外交 维持文化交流 在国安领域的冲突 却不断 大陆央视旗下新媒体 预言谈天拿出饼片指控 美国安全局将监控设备 安装在海里的光缆 窃取各国资讯后 透过关导的美军基地 回传到美国 大规模窃出活动 已经20年 美国通过 涉外情报监视法案 强制从美国各大 互联网企业的服务器上 获取用户数据 对德国等全球互联网用户 实施了无差别监听 和数据窃取 中国网络安全机构 也在10月14号 发布今年第三份专题报告 指控美国和五眼联盟国家 索定中欧 非洲 亚洲等地区 实施网络 间谍窃听窃密 受害目标 已经被植入 间谍城市超过5万个 看起来就像是个USB的接头一样 然后可以被装成类似于键盘 鼠标这样的接口 他把这个装备 接入到物理各级网络里面的设备上去 然后他把窃取的数据 通过信号的方式 发送出来 华尔街日报近期则报道 和大陆有关的駭客组织 严台风入侵国家美国网络公司 不仅渗入美国法院监听系统 还疑似对联邦调查局进行征搜工作 报道引述前国安官员看法 假设外国情资征搜系统 被中国骇客入侵 将是美国最高层级反间谍工作的 一大挫败 TVBS新闻许分山林米珍 做好报道 今年3月因为涉及台制光案 遭到检方积压的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在这个月出获交保之后 今天首度在议会公开露面了 不过他透露自己瘦了40公斤 而且还说自己的慢性病都没了 直询的时候甚至还一度跟官员自嘲 说自己脱离社会实在太久了 连处长姓什么都忘记了 我发现你们很喜欢我的电子脚脚 发现众人目光都聚焦在电子脚脚上 陈崇文自己先开玩笑虽然被裤子遮住 但左脚怀处还是看得出 从被积压到招保 陈崇文到议会 首次露面直询 频频自嘲 局长好 你做好 处长好 我这个脱离社会太久 我不知道处长姓什么 没有关系我就称你处长 因为台制光案被积压6个多月 现在辩解 一审预计12月底宣判 经历一连串司法调查 陈崇文也变了体态 我瘦40公斤 我都有到 而且我没有准备题目 我也在楼上 我想起诉书上面的内容 显得很清楚 台湾的司法是有公理正义的 会还我一个清白 一天要喝10瓶的可乐 和汤的饮料实在是太多 在这一次的时候 就充分的落实了这个戒糖 一天食品可乐习惯已经戒掉 也强调自己人都在议会 没有落跑 不止检方还在调查 议会调查小组也发现 台北上讲完 4月8号终止 和台志光仅用监视器传输废子约 但台志光却不甩 每个月还是会给警察局两张发票 一张是用解除子约后的1761元 一张则是子约专案费率2100元 并发文给市府表示还欠款 并且还要收5%利息 讲得非常的大声 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就因为备原系统还没有上路 所以让这个台志光觉得讲完 就是讲讲他也没有再怕的 目前我们就是依照母约1761元的费率 在支付 也持续接受台志光提供的集中监视器的服务 就算结了紫约 市府和台志光依旧难分难解 TVN社交明和谢侯瑞良 PVC的台报导 总预算卡关 立法院长韩国瑜周四的时候 将要集邀朝野来协商 中午举行程序委员会 但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共识 但现在为了要留给韩国瑜转还的空间 还是要留到中午的院会再处理 你也听到我们对进法补偿 我们是编的失望 直接民众脑立委蔓玉珍 猛叮手中资料在寻达 双方仿佛活在平行时空 委员我们回忆一下 上礼拜我们都吃过一顿午餐 你很清楚 我没有听到你的回忆 都是我在问我都在讲 我都很注意听委员的话 我们都受你感动 我讲的话你都没有听 卓奎控管脸部表情 只盼替周四登场的朝野协商 堆叠善业 但中午的程序委员会似乎就没这么和气 台上台下上演女人战争 朝野无法达成共识 各自表述举牌 表达诉求 拒绝诈骗人民 你不是只有屏東而已 你跟我同一个乡 我们两个又同一个村 我每次骂你 你骂完以后我们村民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同村在骂同村 民间的立委庄叶雄 好说歹说 就盼民众党立委林国成留点同乡情分 蓝白为了给立法院长韩国瑜 周四朝野协商留下转环空间 这回程序委员会没阻挡 不表决 直接提报周五院会 希望协商能够顺利 我们也能够适度的提出我们 原来想象中可以解决的几项方案 卓会强调 没有一方是铁板一块 也沙盘推演几套裁员方案 就了解可能透过援助民族委员会基金 或是追加预算 不过周四协商前 谁也不能提早先出底牌 TVB的兴话 郑森存亭台北通常报道 在新美市领口发生了 右转的小货车 跟直行的小巴士碰撞的状况 而且两辆车当下直接失控 冲到了对象的车道 撞上了槟榔滩 当时还有一名准备要骑车的外送员 经过不幸被两车包夹 还好最后有恢复意识 蓝白色的小巴士直行在路上 右边巷子却突然冲出一辆小货车 巴士被撞到整辆车往左偏到对象车道 不过仔细看 当时还有一辆机车正要经过 其实被两辆车包夹 而且受到波及的还有这间檳榔滩 那是黑狗吓死了 两个人在檳榔滩里面 然后老公先脱困再把老婆救出来 因为两个第一次人都夹住了 檳榔滩老板赶紧将妻子抱出来 似乎受到太大的惊吓 加上受伤 妻子完全起不来 坦坐在地上 两辆车车头凹陷毁损 尤其是巴士好几面车窗全碎 座位里头全是玻璃碎片 而地上除了有大量的车壳零件 还有外送员的橘色保温袋 安全帽也被撞飞 而在被撞的骑士是一名外送员受到重伤 而货车司机巴士上三名乘客 檳榔滩老板夫妻则是擦措伤 总共7人总移治疗 在这边10年 这条最直的路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民众相当意外 这里竟然会发生车祸 事情就发生在15号下午2点多 新北林口区中校路上 当时58岁的林姓司机 开着从泰山到林口长庚医院的 免费接驳巴士 和50岁的雷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 发生碰撞 而且还波及到42岁的郭姓外送员 他当时一度失去意识 附近民众发现赶紧上前 我叫他不能睡 我只知道就是后面有把他叫回来 有意思有被叫回来 叫他不要回来 信号7事回复异式 这起事故造成7个人受伤 目前都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不过消息的肇事责任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TAB的新闻 施线陈家同新北采访报导 新北市一名冷气行的老板 他都把拆回来的旧冷气 直接放在店门口 但是却接连遭小偷 短短一个月内就被搬走了 吧台冷气 警方调阅监视器 怀疑是同一名嫌犯下的手 不过警方也特别提醒老板 说东西放在马路会妨害交通 如果不改善的话就会开放 大白天拉着蓝色拖车 来到冷气行门口 但这名穿着黑色短袖男子 并不是老板而是小偷 光天花日之下 把门口的冷气一个个扛走 更扯的事不是就此罢休 是个五天又跑过来 在半夜翻开了帆布 把冷气通通搬光光 当老板隔天来上班 看见店门口空空如也 简直气炸 到底是真的有集团呢 还是说 我们这边被盯很久 还是怎么样 就很巧你搬回来了 就是很快的就被 就被偷走了 气案就发生在新闭市中 和击碎国小旁边的冷气行 收害业者电位监视影像 指控短短不到一个月 连续四次遭小偷 被偷走了八台冷气 就是放在这个门口这个水沟盖上面这样子 然后等那个回收业者来收走这样子 毕竟我们放在这里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那引来犯罪 那原警也跟我讲说 那以后看到一次就开单一次 那我们也不能怎么办啊 所以后来就选择不报案 就自己默默的去承受 警方调查 这四次一次都是同一名张姓嫌犯下手 工程经常拿着拖车一边闲晃一边偷 之前变卖冷气就得手了四千元 落网之后仍然持续犯案 只像这样子的惯切 以单一窃案来看 很难看出对治安造成的威胁 但若长期偷了抓抓了放 法院没有强制预防性羁押 不仅是让原警疲于奔命 就怕还会有更多人受害 TVB中吴志弦一节新闻报道 高雄有一所实验小学的 学前特教班老师呢 被家长指控说 他在课堂上暴力的拉扯学生 不当管教孩童 而议员在质询的时候就提出 每年都有家长投诉这名老师 但是却只有一年被记了申戒 也质疑教育局毫无作为 在教室完积木学生突然衣领被拉住 重心不稳跪倒在地 被女特教老师眼力拉扯的 不止这位同学 过来 女老师一伸手动作十分粗鲁 把小男童扯到面前 险些害他扑倒在地 不光是上课时间 就连午休也因为孩童没睡觉 老师除暴动手捏脚 已经不是第一次 2020年检举16项 他只被寄生戒一次 之后他就没事情了 包括你们刚才看到那些影片 那时候是整个教育局跟学校 都没有处理了 管教学生或是相关的这个案件 我回去会把相关的这个案件 都整个看过一遍 议员简幻中 质询中揭露 受害的都是特教生 余老师在高雄一所公立 实验小学附设幼儿园任职 家长控诉其实不止女老师 还有画面拍下 学生跑到操场玩耍 却被同校两名老师 强行拖进教室 甚至还呛学生不做好 就打断腿摇铃铛控制孩子 这样的实验教育的教学现场 有发生一些很荒谬的事情 包括老师用铃铛 来去控制学生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那我不晓得 这是实验教育的精神吗 那甚至有发生过 有学生被关在仓库 教育局三年前 以教学不力对老师寄生界 今年再度传出 涉嫌不到管教 教育局建议对老师解聘两年 处以12万罚还 到两年后 老师会不会重出江湖 转任其他校 实在让家长游行冲冲 TVBS新闻 武上龙 孙阿娟 高雄报导 好的确就像有观众朋友 迷途小书桶 他就讲了 对待特教生 事实上需要更多的关心 还有耐心 而我们也持续的追踪 这个涉嫌粗暴对待学童的特教老师 其实他在今年5月的时候 就被爆出推女童去撞椅子 遭到停聘调查 持续的追查发现 这个老师呢 他2018年才刚大学毕业 但是在隔年之后呢 就年年遭到家长投诉 这夸张的行为 连其他的特教老师都看不下去 为是幼童吃饭 最后却出炉将人爆起 导致幼童眼角撞伤的 就是高雄这次 惹出风波的特教老师 原来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对待幼童出现争议 8月后来任职 对于这位老师还没有照面过 那目前的提名当中 所以我对老师的教学作为 以及个人的一个相处的一个模式 还没有办法完整的了解 被点名的特教老师不到30岁 公开的网页照片 长发戴着眼镜 蹲在花朴前 展现出老师温柔细心的特质 但教育大学毕业的他 根据资料显示 2018年毕业后 隔年就曾对幼童棍棒打投 2020年更被投诉了16件 最后被继申戒一次 虽然隔年变得低调 但接下来两年 又分别被投诉5件及8件 但都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直到今年5月摔同撞头 才遭到提拼调查 由于这名老师教的是幼儿园的 学贤特教班 因此跟一般教职也很不相同 除了在大学得受过特殊课程 对待特教生也跟一般学生不同 得花更多时间观察应对 虽然教育局已经做出财阀 校方近日也会开会后执行 但该名老师毕业隔年 就在管教学童状况不断 都凸显校方级教育局 没能及时介入辅导 最后演变家长反弹 老师受罚的双述局面 TVBS新闻武少龙 赵立和一信 高雄报道 最新的紧张局势 我们来看到的是出现在南北韩 北韩在今天炸毁了连接两韩的铁路 而这件事情也拍下了爆炸的瞬间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整个镜头 是剧烈的晃动 南韩也在分隔线以南开火回击 而事实上这条铁路 其实是花南韩的国库建造的 当时花了大约42亿的台币 就这样被北韩给炸掉了 监视器拍下爆炸瞬间 浓烟一层一层不断往上窜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爆破威力大到镜头 不断剧烈晃动 北韩周二开火炸断连接南韩的铁路 合同参谋本部 今天十分钟 今天十分钟 这条铁路的负败是北韩的 所以有这个大动作是因为日前南韩无人机飞到平壤上空 金正恩还紧急召开国防安全会议 事实上北韩在2020年6月就曾动手炸毁南北联合联络办公室 俄罗斯总统普钦批评南韩无人机入侵是干预内政的行为 大陆外交部则表示中国身为邻国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不符合各方利益 特别新闻早报了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北韩在今天炸毁了连接两韩的铁路 而这也让南韩边界的居民呢再度出现了开战焦虑 靠近边境的金基道对五个地区发布了危险事件 另外在南韩还出现了一张枪林弹雨的照片 也让不少南韩人误以为两韩已经开战了 这张枪林弹雨的假照片引发南韩民众恐慌 炮弹像流星划过夜空袭击高楼大下 贴文底下涌入大量网友讨论 误以为南北韩正式开战 南韩媒体证实这是一则假消息 没多久照片与发文账号都被删除 但北韩正式炸断两韩连同道路 边境居民忍不住紧张 记者站上坡州五头山展望台 往南北韩边境眺望 天空乌云密布 似乎正暗示着两国关系紧张 经济到国民议会讨论前线情况 在夜党共和民主党代表透露 经济到民众对于现况非常焦虑 北韩透过朝中社发声明 用狗来形容南韩及美国侵犯主权 北韩YT频道还制作影片 痛骂南韩散播垃圾 一间发电厂员工指出 自从北韩外交部发出重大声明 发电厂就提高发电量 加速工厂生产 而这也出动了南北韩敏感神经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很多人都知道 台湾人热爱用谐音梗 但现在大陆网友也发明了 很多很好笑的用语 譬如说像是大家常讲的 真的假的变成尊度假度 还有与你无瓜 其实是与你无关的意思 但大陆官方就宣布 现在未来要整治 这个谐音梗的状态 因为认为毫无营养 而且充满恶趣性 认为恐怕会侵蚀 未成年人的思维价值 玻璃碎一地 守门员玩啦 一句玩啦 其实就是玩啦 这是大陆网友爱说的谐音梗 但之后恐怕用不了了 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清朗 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 专项行动 大陆网信办宣布 要规范网络文字 重点放在整治谐音梗 人民日报批评 网络谐音梗 充满恶趣味 对未成年人造成隐性侵蚀 机翼引发不良后果 当中点名了网友爱用的 与你无瓜 它是与你无关的谐音 尊度假度 是真的假的 你个老六 则是出自由戏用语 后来用来形容 不讲武德 甚至不择手段的人 像这类带点趣味又嘲讽的文字 其实连官方也会用 浙江消防员来帮保全 处理马蜂窝 结果还没做好准备 其中一人突然发起偷袭 其他人怕被密封遮 拔腿就跑 官方影片就上次形容 偷丢石头的保全是老六 打开大陆微博 这些谐音梗 网友几乎朗朗上口 还有多家公司 抢着注册商标 尊度假都 已被上海一公司注册商标 国际分类为广告销售 商标状态为注册申请中 大陆重拳打击的谐音梗 台湾人确实爱用刀不行 就连福建官媒也来报导 台湾好进去 我已经在交白 与阿姨有这种谐音梗 有啊有啊 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 你看这个 蔡奇啊 它意思就是蔡奇牛 诶 熊斑 熊斑 诶 这吃是真饱吐 就真够多哦 被称赞可爱的谐音梗 未来在大陆 恐怕就要渐渐消失了 TVBS新闻张志敏 蔡依姐综合报导 好 没有先谢谢观众朋友 陈英杰懂内给我们150元 他说今天轻小胖开炸 我的心脏也被心仪暴击 今天的心仪服装师加鸡腿 谢谢英杰 这个谐音梗非常的赞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服装师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大陆的性别比 现在出现了失衡的状况 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多万人 加上高聘金的习俗 所以导致现在有不少 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的男生 转往非洲找老婆 而这种异国婚姻生活的影片 在社群媒体上 甚至又变成另外一种收入来源 来自非洲的年轻女生 伊曼与大陆丈夫一起打理世子园 这对夫妻是透过 伊索比亚婚姻中介所认识 见面三次后步入婚姻殿堂 伊曼离开故乡 来到大陆 与老公一家一起生活 吃饺子 吃炒青菜 但大陆以白为美的审美观 让他很尴尬 譬如婚纱照 他的肤色被羞涂到 自己都不满意 语言不同 这对中非夫妻对话 只能依赖翻译软体 怎么看都不符合现代爱情观 但按照大陆农村说法 先结婚 爱情自然会来 大陆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2023年人口统计 男性比女性多了足足3097万人 加上高价聘礼盛行 男生找老婆 男上加男 不少人因此将目光锁定非洲 财礼的话 我们这边就是十万左右吧 他们那儿我给了他父母就是 九千块 光是聘礼差距就超过十倍 而且丈母娘也不要求 有房有车 越来越多大陆单身汉 前往非洲寻找另一半 但文化语言都不同 也考验婚姻走得长久 TVBS新闻张志敏 蔡依杰综合报导 艺人贺军祥先前卷入了 女和官的性丑闻 案件因为罪证不足 所以最终不起诉 而面对这件事情呢 贺军祥出席 京中入围记者会的时候 首度松口表示 这是无妄之斋喔 即使因为官司 被其他的剧组换角 贺军祥也很淡定的说 自己跟剧中的角色 一样善良 站中间 拿着京中奖座 提前先预洗一下拿奖的感受 尤其站在最左边的贺军祥 握得牢牢的 因为这是他首度入围 京中奖 没有他笔下的何睿智 也不会在不够善良的我们的 里面的演技被大家看到 都已经出到二十年了 就也没有太在乎什么东西 对对对 反而就是觉得 把生活过好比较重要 这话似乎耐人寻味 五月份贺军祥被女和官 指控伸出魔爪 提告妨害性自主 九月初北检认为罪证不足 因此处分不起诉 隔一周金中奖公布入围名单 贺军祥心情像是喜乐三温暖 祈福 其实没有太大祈福 因为就是 可能碰到无枉之灾 或者是什么 就觉得烦人生嘛 对啊 就该面对就面对 很谢大家关心 然后我跟里面的何睿智 一样都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在我心中跟何睿智 有很多部分是 发生得很好的 所以就一直相信 这我的何睿智 水中送炭的人真的不多 当时徐玉婷逆风发文力挺 贺军祥点滴在心头 就算被其他剧组换脚 徐玉婷也替贺军祥 向制作人打抱不平 插点绝交 但我比较老火的是说 他还要写那个新闻评稿出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因此我跟麦军祥 现在都不期待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大家一团和气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场无望之灾 贺军祥淡然面对 坦言还是有剧组找他演戏 徐玉婷也当场加码自爆 已经为了贺军祥写了一个剧本 这良心打造的故事 令人期待不已 TVB的新闻 高本林家博君 杨茜茜 SG小组台北报道 好 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 韩国的演艺圈 韩国的大事女团New Jeans 她们近期在直播当中 就指控母公司对她们的不公平对待 当时有成员Honey 她甚至还透露说 有经纪人要求其他团体要无视她 而就在今天下午 她出席活动的时候 表达立场的时候 甚至数度哽咽 讲到落泪哽咽 New Jeans的成员Honey 在国会上累撒现场 其他同学们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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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想起来这些 这些事情 也不想起来 在韩国中 也不想起来 跟家庭似的同学们 跟同学们 职员们 职员们 发自内心感到伤心 同时也希望自己做了正确决定 Honey日前在直播当中 控诉被公司其他团的经纪人 指明要无视她 15号她就作为参考人 出席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的 国政检查 对于 Outdoor 新任代表的说辞 也强力反击 但是点名不要未来才亡羊补牢 而是现在就要解决 双方火药未持续 另外最关键的证据 只剩8秒的监视性影片 Honey也无奈控诉 我们在社会中 我们在社会中的事实上 确实发生了 我们在社会中的证据 因为我们肯定说过了 但是在社会中的证据 我们在社会中的证据 一直变成了 虽然笑着说 但字字句句都是对母公司的控诉 加上Honey是越南人 还能够站上国会 用韩文为自己发声 粉丝不乐见偶像被欺负 让New Jeans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TVH 中文报道 好的 我们来看到这样的画面 地上怎么会出现一双腿呢 就在14号的深夜 基隆仁爱区有一名男子 他的手机掉进水沟里面 当然他想要赶快把手机给捡起来 所以他就掀开了水沟盖 要伸手去拿 没想到不小心整个人 爆头栽就进到这个水沟里 上半身还卡在里面 动弹不得 男子就大声的呼救 幸好附近有民众听到了 赶快报案 四名消防人员到场 合力的花了半个多小时 才顺利把男子拉出水沟 地上突然出现两条腿晃来晃去 不断挣扎 既然有男子到头栽 上半身卡在水沟里 动弹不得 男子试图脱困 没想到却卡得更深 你慢慢出来了 一二三 四名消防人员到场使出全身的力气 这才终于将男子拉上来脱困 你刚才没有被抢到啊 有被抢到 有喔 有被抢到 有 估计感觉怎样 可一下可一下 男子脱困坐在阶梯上 表情看起来很难受 事情就发生在14号深夜11点多 基隆仁爱区失求路上 当时证明男子骑机车要看风景 先将机车停在路边玩手机 却不小心手滑手机掉进水沟里面 男子吓得赶紧将水沟盖拔起来 手伸进去要拿手机 没想到疑似失利点不够 身体有一半 卡在深50公分 宽30公分的水沟里 男子吓得大声呼喊求救 幸好当时附近有民众听到 立刻帮忙报警 男子被卡在水沟里半个小时 终于脱困 他怎么会下去然后跑不上来 对啊他不生啊 他应该一个人趴得上来才对啊 患者表示身杀之后轻微擦伤 没有任何其他大伤 所以拒绝送医 幸好人没有大碍 提醒民众东西掉进水沟里 可以联系清洁队协助寻找 千万不要试图去捡一面 人被卡住反而发生危险 TB的新闻刘欣慧 陈家同基隆采访报道 好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 有人控诉说自己在台北101捷御站附近 被一名中年男子 连续三次插撞他的手臂 一开始觉得是不小心 后面觉得实在太奇怪 质疑对方根本就是在吃自己豆腐 所以气不过追上去拍下了影片 也上网填了报案单 对此呢有其他民众就讲了 这一名阿伯其实是个惯犯 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用相同的手法 在新北永安市场随机碰撞路上的女子 第一次撞到别人手周 别人可能以为你是不小心的 但如果连续撞三次呢 中年男子背背包穿着短袖衬衫 女子追着他录下影片 指控男子一直经过他 然后插撞手臂 愤怒地说 偷吃豆腐这样吃的吗 没想到进捷御站后 阿伯又来了 第三次撞完阿伯溜得更快 受害女子也忍不住了 上网提醒大家 阿伯出没在101捷律站附近要小心 并po出网路报案单 对此派出所所长表示 却适合收到报案单 但女子目前还没有到所成案 不过有网友马上指证 她是撞人惯犯 和七月出现在新北友安市场附近的 是同一个人 疑似又顾忌重施 被民众录下 阿伯过马路不走直线 刻意超车 快到女生时伸出右手肘 往旁边一顶 再快速跑走 似乎是想假装 不小心撞到 有遇到好像真的有事有撞人 很快速地撞你一下在走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他 我觉得很没礼貌 但不确定他的想法是什么 那是故意的吧 因为路这么大怎么可能 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会觉得这个人就是有点奇怪 不少女性都有遇过类似被装经历 律师表示从影片来看 马路很宽人很少 意图短暂性偷袭式触摸 让被害人觉得不舒服 就有机会构成性骚扰 TVB新闻和家样女中 于台北仓报导 好 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状况 有店家因为店里面空间不太够 所以会把商品搬到店门口 或者是外面的棋楼 有可能就会被小偷盯上 但也可能会惹来警方开单 因为事实上这棋楼属于公共的通道 堆放杂物挡住别人去路的话 最终可以开罚2400元 多店家为了方便都会把东西往棋楼摆放 像是新北市这间五金行 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店门口 但是除了要担心窃贼顺手牵羊腕 还要注意警方开罚 五金行卖的商品五华八门 店面不够大 大型商品只好往棋楼摆 只是店外难防贼 不管商品大手 手偷右偷都有办法 送货来我没忘 还没空 之前我就要赶快搬出去 进去 那大大有的这么大 那就照样搬 除了窃贼光顾要苦恼外 棋楼摆放物品 玻璃室大人也会找上门 这边是因为是棋楼的部分 所以不能摆射出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给你开的圈子 玻璃鞋柜搬出来 摆放在店门口 棋楼通道的宽度 只剩下一个人能走 警方开出劝导单 立即改善 有些店家无奈 被检举是常有的事 对于民众来说 棋楼属于公众通行地方 商品挡住路 真的不好走 但我们店银楼很少 我们放在那边 我可能里面也在一切 就是很凉吗 因为你摆出去 博人就会被检举 你收进来 警察也觉得不行 他们又说 棋楼也不能摆 比较有人走的地方 应该是不要放 因为有些老人会 牵小孩子 危险 有些老人脚也没有力 脚摆很多东西 他要过也不方便 根据交通大队今年统计 未经许可在道路摆设摊位 双倍总共取地多达一万多件 商品严重影响通行 店家最高还可被挨罚2400元 老板开门做生意 除了要提防东西被偷 还要注意商品可白纳 千万别把棋楼当成店民用 TVBS新闻高智瑶 李杰王文湘金北采访报道 有民众到韩国旅游 想要吃部队锅 想要到餐厅用餐 但店家告知 只接待两个人以上的客人 双方后续就发生争吵 甚至只要民众经过这店家 店家就会直接报警 甚至还依根损法 成功对民众申请禁止接近的命令 双方多次爆发冲突 游客到韩国玩 就和当地餐厅老板发生纠纷 7月11号 他去新村部队火锅用餐 但老板告知 至少两人才接待 民众在店外查拒接是否合法 老板拉高音量告知 这是韩国传统 双方争吵不欢而散 同天深夜旅客再度经过餐厅 两人又遇上 男子说听到老板讲 Chinese guy觉得被骚扰 决定报警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警方告知旅客 以后不能进这家餐厅 但还有二次冲突 约某一个月后 男子再到韩国旅游 为了方便又选择相同的住宿地点 当时打开直播 刚好又停在餐厅门口 旅客透过中韩翻译人员解释 不过沟通似乎不太顺畅 我也没拍他 我拍我自己而已 然后他就跑出来报警了 8月8号二次调查后 旅客再度经过餐厅 指控老板怒到一路跟踪他 两天后民众就收到 警方向法院申请禁止接近命令 文件上写下预防跟骚行为持续 实施紧急措施 民众也不满提出抗告 没有进到店里面 应该不会符合跟踪骚扰 而且呢 如果没有反复实施这样的行为的话 那更不会符合跟踪骚扰的行为 实际打电话到韩国餐厅 但无人接听 到底为何 旅客会被申请禁止接近令 都还得理清 DVN新闻众号报道 到韩国餐厅用餐 其实也要注意 不同国家的餐厅礼仪 像是呢 如果你到烤肉火锅店点餐 只有一个人用餐 也得要点满两个人份 烤肉滋滋作响 香气扑鼻 但如果单人用餐 可能要多注意 尤其到韩国玩 台湾人可能不太熟悉 很多人到韩国都会点这种 烤牛肠 或者是说韩式烤肉 还有火锅等等的大盘料理 但你知道吗 这种店家通常都要 两人以上用餐 或者是说一个人 点两人份的料理 像是猪肉汤饭 豆腐锅个人餐 通常一个人吃没问题 但如果是大锅菜 有时候一人点两人份 都不太行 基本的套餐量 他们是以两人餐为主 对 所以在韩国当地 以当地人来说 他们也其实蛮习惯 就是我如果一个人到烤肉店 我也还是习惯点两人套餐 专家也说 韩国的双用餐份量 不会太多 一个人也吃得完 其他餐厅里 像是每个人至少点一份餐 如果有免费小菜 别只吃小菜吃到饱 吃不完的餐点要打包 有些会着收包财费 如果在尖锋时段用餐 同桌最好不要分开结账 还有一进餐拼别先到处拍照 比较有礼貌 他们大家都要拼三桌旅 所以当然会希望说 你今天入座了 可以先点餐 在韩国的台湾人 新生体验和台湾很不同的 要以口就碗 不要以碗就口 如果同桌有韩国人 用餐前后也要有招呼语 吃饭之前 他们就会像日本人一样 也会说就是开动了 对 然后吃完的时候会说 就是我吃饱了 在韩国台湾人认为 用餐没有特别感觉排外 到非观光区没有中文菜单店家 语言不通也能笔手画脚 用翻译软体 我觉得韩国人还是比较 应该说直接 他们的民族性很强 可能就会被他们的大妈 很念 如果真的在旅游遇到问题 韩国观光公社可以打1330专线 或直接线上询问 还有旅游翻译和申诉管道 各地民情用餐文化不同 出发前做足功课 也能避免误会纠纷发生 凯湘旅行社因为被爆出财务问题 被观光署公告 勒令停业三个月 旅行社大门深锁里头几乎空荡荡 不见任何员工进出 只剩下几张桌椅 还有冰箱 饮水机 似乎还来不及搬走 看到人在进出吗 前几个月还有 原来凯湘旅行社因为财务问题 害了不少团客企业包团 无法出游被交通部观光署 勒令停业三个月 反正就很傻眼了 因为他跟我们 一拓了十几年了啦 其中受害的还有水公司的模范 劳工表扬 原定10月14号出发 前往日本民谷 五天四夜游 公务会6月份付订金 7月份付团费 直到出发前才收到通知 无法出团 认为他好像一直在骗啦 7月叫我们脚团那时候 过来10月是忘记嘛 要订饭店干嘛 只有现在查一查 机票没买 饭店也没订啊 水公司五十名员工 每个人团费三万九 付出来的金额高达一百九十五万 一直到出发前才知道 连机票饭店都没有订 怒轰对方根本诈骗 海巷旅行社是家中旅行社 而且是平保协会的会员 所以依法律的规定 他必须投保旅游责任险 在水公司表示将协助员工 向平保协会争取补偿 这一次的日本行只能先暂停 而小保官也说 截至目前为止 还有越南跟捷克两团 也因为凯翔旅行社的财务问题 无法出团提出申诉 受骗金额还有待小保官来统计 TV新闻 取历范张志明台中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的经济持续的低迷 现在甚至被认为染上了经济 日本病 卖场里民众挑选家电用品 锁定家中必须要态换的旧家电 中国大陆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祭出新政策 将设置3000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基金 加大对设备更新 还有消费品就换新的力度 因为大陆房地产低迷 民众消费没有信心 大大减少娱乐消费开销 不过这股节约风 似乎还没吹到三四线城市 房价或者各方面经济下行 对于一二线城市 可能影响会更大一点 对于三四线以下城市的话 可能就影响没有特别大 三四线城市 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住房的 对 然后所以的话 它就算房价整体的波动的话 对个人影响不算大 其实对于三四线城市民众来说 没有购买房地产需求 不会受到房地产波动的冲击 甚至还能把钱做理财投资 放进基金市场里 我现在是放在基金里面 现在不太好 但是未来我相信会慢慢变好 以中国大陆经济现况来看 房市持续下探 车市买气也不如预期 有专家分析已经出现了经济日本化 也就是出现流动性陷阱疑率 将下调存款准备净利 0.5个百分点 向金融市场提供 长期的流动性 约1万亿元 利率已再调降 大陆国有大型银行 和12家股份制银行 活期存款利率 目前都已经降到 只剩下0.15% 五年期整存整取挂牌利率 国有银行大多调涨到1.8% 股份制银行又调降到1.85% 大陆的存款利率 进入一字头时代 我把存款利率都降出来了 然后我希望钱能够 撒到产业上去做一些硬值 然后让企业可以得到 更低的资金成本去运作 但是企业面对的是 我的产品其实是在低价 市场上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其实还是卖不出去 就会变成是 即使我降到明目利率 非常低的状况 但是我的货币效果 依然看不出来 不过利率一直降 民众存进银行的钱 却越来越多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数据 今年前八个月 人民币存款增加12.88兆元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65兆 截至八月底 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297.14兆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6.6% 民众不愿意消费 不愿意买房 只想把钱存下来 即便下调利率 钱也逼不出来 它就很像之前 我们看到那个通货紧缩的现象 就是你预期 价格越来越便宜 所以就会把你的消费 甚至是那个时间点 事物量就往后沿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的房地产市场 其实已经冷了非常久 所以现在的状况会变成是说 一堆人打工去养房 那这个养房呢 其实现在养不起 它口袋里的钱 也都被银行给吸走了 所以它事实上也没有消费力 所以会变成是现在 即使你把利率降到很低很低 但是基于这两个状况来看的话 它不太会有一个动机去做消费 除了降低活期存款利率 也宣布调降存量房贷利率 目前已经签约完成贷款利率 可以下调0.5% 等于可以降低民众房贷负担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数据 今年一到八月 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比去年同期下降18%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衰退23.6% 整个经济第一名 它的增结是在房地产崩盘 它让家庭普遍的感受到 财富是在缩损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更不敢去消费 所以它要去扭转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必须把房地产再把它拉起来 否则它对经济 在寄出更强烈的一些降息 或者是更激烈的一些货币政策的手段 其实它对消费的影响 都还是非常有限 同样是房地产神话破灭 民众消费信心下探 日本1990年代开启的失落30年 是否在大陆上演 恐怕将是巨大挑战 TVB新闻 于心海刘军台北 蔡蓬豆